我后悔当初没有抱住她 对她说 妈 我真的特别爱你 来来来 刚才张琪来找你了 这是给你的奥数书 他给我这个干嘛呀 他说只要你把这个提醒做会了 高考就没问题了 太太看得及我了 我书语都没整明白呢 还要傲数 刚才苏联也来找你了 他说要出去写生一个月 去之前啊 想让你陪他 去给金宁阿姨扫个墓 那我现在去打不打 不用了 不用了 我都替你答应了 爸知道你肯定也想去 谢谢爸 你干嘛去 回房间啊 赶紧洗脸去 一会儿你妈回来了 这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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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哥 这儿呢 金宁阿姨 我跟苏联哥来看您了 我去 你最喜欢吃的蛋糕 和你最喜欢的花 这些呀 都是苏年哥 特地去为你买的 敬礼阿姨 您送我的书 我都看完了 我现运传记可晚定了 除了做完 都快拿满分 是不是特别厉害呀 是因为她现在 开始学播音主持了 以后就是 特别著名的主持人 您要是在的话 肯定每天都会看 她的节目的 对了 苏年哥 跟强谱姐也在一起了 哦 我说这个事了 苏年哥他转移艺术了 考美业 他立志 要把您没有完成的画 继续给画下去 我觉得这件事情 特别难 但是我觉得苏年哥 他肯定能行 敬礼阿姨 我是不是画特别多 特别丑啊 要不我让苏年哥 跟您说说话 别走 我不知道有说什么 从他住院开始 我就只敢跟在我爸后面 只敢等着他跟我说话 他走的那天 他走的那天 我明明有很多话想对他说 我想告诉他 我爱他 我崇拜他 每次我叫他妈的时候 我都觉得特别地骄傲 可是我一句话都没有说 我看着他 一句话都没说出来 他问过我爸 是不是他的样子太丑了 我害怕他 我想告诉他不是那样的 根本不是那样的 是我害怕 他看着我的眼神 里面充满了内疚和心疼 他从他那个眼神里面 从他那个眼神里面 就能看着他那一句 妈妈走了以后 你可怎么办啊 我后悔啊 萧雪 我后悔他在的时候 没有把我心里想说的话 都告诉他 我后悔当初没有抱住他 对他说 妈 我真的特别爱你 你一点都不可怕 你在我心里 一直是我最崇敬的妈妈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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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